多少钱 七毛啊 打成这样 为什么还两分 要嘛七毛嘛 七毛五嘛 这次拉筋上次又买夹上园里 两分钱搞不好啊 要不要过去搞啊 搞两分怎么搞 现在钱太难赚了 七毛二分这么大一件 多少钱 做到晚上做不到两百块啊 以后还是有点小要求的 现在做不到什么钱 太阳要大好乐 比我们上次来这边人少了好多啊 因为现在淡季 淡季现在 贴口袋 口袋多少钱 一块钱一对 一对哦 一个五毛 椭圆 这边短 这边长 椭圆 双线 一个五毛 四两层 它肯定是你不那个直接贴的 两层的股毛啊 五毛 八八三 肯定做不来了 做不来了 还有带盖呀 对 你贴了还要搞带盖啊 这盖都几毛了 做什么 做出来 就做这样拔毛 拔毛 一百件 一百件 是搞的 只有八十块 可以买几毛一呢 现在都是百把块钱 这块货 去做做做到晚上 你才十几岁啊 十五岁啊 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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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帮家里干活了 八十块拿走了 八十块拿走 八十块他都拿走了 八十块钱去玩一下 去玩一下 去玩一下 搞点生活费 其实八毛可以做的 就是说有点少 我留意一下别人拿走了 留意一下别人拿走 八十块钱现在都干啊 没有办法 现在淡季嘛 你不做一毛都没有 现在就那么乐 八十块钱的活都干 他们这站在这里是干啥吗 全站在这里 站在那里 那里有空调嘛 在那吹空调 哦 因为经济吹 不好意思 人家会 店里会赶 哦 两点多了 三点了 今天找不到 找不到今天 你看这些人都没找到 他们都没找到 所以说八十块一百块 也要做了生活 刚刚犹豫了 不犹豫的话 就做到下班的话 五六点钟 那今天的生活费就有了 这个季节是做下庄 还是秋庄 还是什么 下庄 因为还没有上秋庄 上了秋庄就生意好一点 上秋庄有点早 然后下庄的话 现在又没能买夏天衣服了 下个月七要就立秋了 啊 所以说七八月份 它就淡季了 跟我们上回来看的话 确实少了好多人啊 很多人回去了 因为现在天气乐淡季 小爱放暑假 人家回家 陪家了去了 估计之前的十分之一的人都不到吧 没有 少了好多好多 很多人回去了 我们还想在这里做事嘛 就还留在这里 找不到活怎么干今天 找不到没办法 回宿舍又很热 宿舍没有空调 你换了一个宿舍是吧 换了 之前住那个 三十五的空调 它有空调半截空调的开空调 天气累要加十五块 要五十块 五十块太贵了 后来我现在搞到那里 他没有空调 但是没空调好乐 我白天我不敢回去 我每天一大早我就出门了 就之前那个你不开空调 别人要开是吧 你也要跟着一起付钱 对 要五十块 一个月就一千五了 一千五 你现在淡季 刚刚那八十块都去做了 啊 是不是 那你要一千五的话 你要做好多天啊 至少要干五天 太贵了 这里面凉快好多啊 这里 对 这里有空调 但是你做久了保安会赶 大家全是在这里称空调啊 称空调 有时候他会缩 又影响不好 坐人家店门口 但是这里还是很凉快的 你是做家工厂 还是做什么 做家工厂 你说家工厂 现在没有几个发货 哎 价格太低了 价格太低了 是 都没生意嘛 现在是吧 老板都说单价低 我们哪里搞得到权 你看发货都没几个 这里就是给家工厂发货的 对 那老板都说单价低 没有什么办法 做一服饰有季节性的 天气热 他就没什么事做 平时忙的时候 这里条件好多 现在没有 现在人都回去了 以前这个位置 占了好多好多发货的 现在没有 一聊聊几个 人都不知道哪去的 好乐 好乐回去 回宿舍休息一下 我前两天从这里过 骑个单车 急着急着突然 这个小孩子门一开 把我碰到了 现在这个头还是有点痛 一个包 就这个门 我一起 它突然一开 我都闪都闪不起 这巷子太窄了 巷子里面好大胃啊 这个是这样子的 这里好一点 前面一点的话 它空了滴水滴下来 常年都是湿的 这没有阳光 所以说阳光需要钱啊 在广州阳光需要钱 握手楼 哎呦 这个地方 垃圾桶 好臭 没有办法 打工就是这样 出门在外住 这地方就是为了省钱啊 我住在这里 走楼梯 对 这边房子没有电梯的 七点都起来 去康乐找 康乐没找到 然后又找到乔南新街 对之前住的那个稍微大点了 对 之前那太窄了 太窄了 如果开空调的话 它要50块 50块太贵了 所以说我就住在这里 有时候我每天 我都没时间就收 小心头 小心头 别打着头 对 我这个风扇怎么连个罩子都没有了 没有罩子 就只有风扇 你买的还是说房东给你配的 自己买的 自己买的 啊 这这风吹出来是热的 所以说我白天 我很少待在家里 我这里要900块一个月了 900块钱 一天30左右 所以说也不便宜了 对面经常做饭吗 到了饭点晚上炒夜宵 注意煮夜宵12点 它那个油烟香味飘进来 我闻到的 我但是我吃不到 它是个抽油烟鸡对着你吹的 每到的晚上12点 我肚子其实不是很饿 但是它那个煮夜宵很香飘进来 然后我又受不了 又要下去买夜宵吃 不是你这衣服晒在这 它那油烟一吹 它不对着你衣服一吹的 没有办法 只有一个窗户 然后厕所还有个窗户厕所 厕所一个卫生间 这个就有个卫生间了 那你不能晒衣服 房东就说阁楼好放东西 这个阁楼上面 就是说 但是上面如果住人的话 它那个很多灰尘会掉下来 实在太热了 我就买一张这张席子 席子睡 单人凉席 这一米的一米二的 我一个人睡嘛 一个人睡就可以了嘛 搞这个凉席啊 但是有时候半夜睡着它会热醒 你看我一上来 一爬楼梯一上来坐在这里就冒汗 哎呀你这头上满身大喊啊 睡觉都是这样 所以说我白天我很少待在家里 你比较爱出汗的呢 也不是爱出汗 你看这个今天三十四度 但是在太阳底下 这要有四十度 加上这个闷热没有空气不流通 这个风是热的 一上来就是热 我有时候晚上回来 我一个晚上洗三四次早 有时候半夜会热血 早上起来我要洗一个早 不然太热了 好热 你看这个都是烫的 都是烫的 对 没有办法打工 这边没空调的房子还多吗 还是说很多人住的也都是没空调的 其实很多人打的也是没空调 没空调也是选择说便宜一点 有空调我告诉你 至少要四百块钱电费 那就一千二三了 一千三的话 你想想你一个打工仔 人家房贷也才两千来块钱啊 是不是吃不消啊 现在挣点钱很难的 最近没有活干啊 刚刚那个八十百我都想去做了 我犹豫一下别人就拿走了 看一下休息一下 晚一点去康乐再找一下 不然今天没有生活费 生活费都没挣到 我早上那么早出门 这是房东送给我的 这包家 人家好像是用久了用久了 这个风没有那个大 那个对过来的话睡觉 这个两个对个一起都感觉没有多少风 有时候我就开那个还大一点 这个我不开 两个对着一起吹 这开了没用 这开了没用 那太多灰 我们上次拍完视频到现在接近两个月的时间了 上次我来看你的话 上次的视频我们拍完以后呢 也有很多的观众啊 对你的生活提出了很多的疑问 我们也简单总结了一下 以后大家看完视频啊 记得给我们点赞 点完赞的话 对人物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可以发到评论区 然后我会统计一下 等我们后期再去接触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大家问一下啊 拍摄一个后期的回访啊 那我们今天呢 也统计了几个比较高占的问题啊 所以今天呢 你就回答一下网友们 对你生活的一些疑问啊 好 我们先问一个比较尖锐的话题嘛 也是很多网友 一开始对你这个人物 比较感兴趣的给点 你之前的最高记录啊 一天是做了2033块 对 然后今天我们刚才去那个街上一看 你80块的都要干 哈哈哈哈 因为之前那个时候都是旺季 我们的时候 做一幅年头年尾 广州做一幅年头开年 那是生意很好很忙 但是现在天气乐淡季的时候 你就很难搞 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也不是说每天都有2033 所以现在你没得挑啊 那个是有得挑啊 你说不想做老板拉着你 给你加钱了 那个时候是 他要赶货 工人选老板那个时候 现在是老板选工人 对 再说2033只是那一次 他们记得住我那一次 那一次那是我拼命做来的 你要想一下这个人拼命的时候 他潜力是很大的 是吧 我对着这个手表 我看着时间去做 我做得到钱我不觉得累 但是做完之后 我在家里躺了一个星期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不是说每天都能挣到2000多块钱 那是18个半小时高强度 一直在那里车 淡机的时候一天这个几十块钱也要干 那还有很多网友们也在也在疑惑啊 说你这个到底啊一年能够挣到多少钱 因为之前你只是随口回答了一句嘛 说你之前家里面装修或者啥的 那今年的话到现在已经七月份了 整整半年了 整整差不多快半年了 你这半年到底存到钱没存到钱啊 存了一点 存了一点 因为我今年我是年初八开工 那时三月份四月份那两个月分很好 那两个月一个月有一万大吉 然后后来五月六月两个月差一点 然后这七月份就没多了 这七月份只搞了一点生活费 现在大概啊 就大概给我们说一下大概有存到多少钱 存了三四万块钱 三四万块钱 那确实也不多啊 你想的打工哪里能存你多钱啊 就是你现在的就是除掉你的开销 现在存剩个三四万块钱啊 那个毛收落可能有个六七万块钱啊 至少半年了嘛啊 但是要开支啊 很多网友之前也在说 你那个时候一千干了两千零三十三的人 为什么你还住一个那样的房间啊 包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 我们实地到现场来看的话 到处都秀机斑斑的 然后这个到处都是包浆了 全是那个灰尘那么厚 没有办法啊 你看得我是好像说一天工资很高 其实我打工哪里能挣很多钱 那都是辛苦钱 我就是做两千零 我就做两万多 我也舍不得说 哎呀去吃好喝好住很好的房子啊 我只是来这里打工 我是来挣钱不是来花钱 我还是要挣到钱要回 要回老家啊 哦那这里我们就刚好有一个网友也很疑惑啊 说你们在当地你视频里呈现了这边打工有多辛苦多辛苦 但是为什么很多在这边做衣服的啊 过年的时候回到老家那边感觉给人的感觉啊 都像在外面挣了大钱一样的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都是说为什么说人家说出门在为了争一口气啊 你在外面努力的话挣到钱回到家 一家人花是不是啊 所以说老婆小孩在家里的父母 你挣到钱回家花一家人开开心心 邻居也是觉得说哎呀他家儿子有出息啊 是不是啊 其实在外面是很苦的啊 真实生活下就像我这样的 很多人家那些开场老板其实住的房子也跟我差不多啊 啊就那小的工厂老板也是这样子啊 因为你在外面挣钱我们打工的普通打工仔 一年挣钱也就那那那几万块钱 你在外面花掉了享受生活花掉了 你回到家你就没钱了吗 就很简单 就是你一个月一万的话你一年 除去年头年尾十个月你就十万块 嗯你花掉八万的话你过年回家两万块 你也就上那白座啊 啊所以说我我我不是月光族啊 我每个月我多少会蠢一点啊 然后是不是也是说回到家以后就是也不想在家人或者亲戚面前 就显得你这一年没没挣到钱或者干啥的 那个时候尽量也要就是表现出来我在外面挣到钱了 让人感觉我在外面有出息了 或者我在外面有努力过了 嗯其实我的想法就是我我打工我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不会乱花嗯 因为我还没有娶老婆啊我就是在展彩礼啊 你要知道家里娶老婆那么贵 我拿不出彩礼的话没人嫁着我 你老家我上回说了一下你是江西那边的 是江西的 这边也有个朋友也在说你这个婚姻关的时候 他说你就是活得太通透了所以找不到老婆 你觉得是这样 怎么是叫太通透了 我跟你讲就是我我这个人不会画饼 很多人说话饼有些男的就说找对象 哎呀以后会哄的 我跟你买车买房以后怎么怎么样 你觉得你现在三十多岁没找到老婆了 本质原因是什么 本质原因就是没钱啊 没钱啊 如果我有钱家里有车有房的话 就不话说不会说没老婆啊 就是很多人说什么 哎呀人家两口只会离婚什么呀 不合适 就是因为没钱你有钱哪有钱就是 跟谁都合适 网上有一句毒鸡汤什么是怎么说的 那个天底下没有两个人真正的合 只有两个人慢慢的磨合 是不是 如果说你有钱的话 怎么样他能跟你合得来磨合得了 没钱的话就是不合适 没老婆的原因就是没钱 假如说我有钱的话 我们江西亚的老婆也是不是很难 只要你拿出彩礼也是好找的 所以说就是要你有钱 所以说为什么是我租这样的房子 我就是要存到钱来去 攒到彩礼来娶老婆啊 包括我每天出去找工作做乐节啊 你们那里的彩礼确实是 确实是有一点 这边有一个叫还没想好的网友说 希望我们多拍这类的视频 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 他说因为现在的社会太浮躁了 打开手机各种短视频平台上 都是各种精致的生活 提前的消费 就咱们这种啊 才算是真正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赚钱是很不容易的 大家应该要珍惜当下 现在社会是很好了 你努力是吧 虽然说赚不到很多大钱 赚点小钱过小乐子 人要懂得知足 现在确实网络上是有这样一种风气啊 就是大家的生活就普遍呈现出来 都是很精致啊 那是他们的足迹当看多了 就是高大上精致生活看多了 其实哪里那么多精致的生活 其实真是底层打工 就像我这样子的 你看打工了那么多 不管康来乔南些街 对 其实跟我 我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就我了解了 整个这个广州这边 这个行业好像说有几百万人了 有 其实大家还不是过的一样的生活 有时候就是很简单 你今天可能休息 外面吃的好的 别人就哎呀 过得很好 其实回到出租屋 还不就是生活啊 出租屋就是生活啊 为什么说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像这一切大直射很多那种人 白天就是光鲜亮丽去那个鞋子楼里面去上班 其实下来班也是回到这种城中村 出租屋里面 是吧 你表面上看他可能是个白领 其实公司其实可能还没有做自己的高 人只会把自己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如果说让他把自己最差的一面展现出来 可能就是 自己有些人也不太愿意去展现自己差的一面嘛 是吧 所以说我这个人 有时候我会把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就差的一面也那个 也那个 所以说为什么别人 很多人说我吹牛啊什么做两千的人 空调舍不得搞 也不说舍不得搞 你住在这里习惯了还不就这样子 我就是说想存到钱来 涨到财里来娶老婆 这边有一个可能是跑外卖的朋友在问啊 他说你们这个情况就跟他们跑外卖一样啊 单价低了不干 下雨天不干 太阳大了不干 太远了不跑 心情不好不干 你这边的话是什么情况不干 那不一样的 我们做一副它是由于 西医院也是一种手艺来的 是有技术的 如果说不干只有一种情况 那也是搞不到钱不划算 就可能会考虑不干 搞得到钱 你看我做阿里山 那时候我半夜三四点起来去做 那做得到钱啊 老板叫我下班 我都不愿意下班 我还要做 你不要叫我下班 我还要做 我是来出门 我是来挣钱 我不是来做慈善 给你做义务工啊 搞不到钱的话就不行了 所以只要有钱就干了 对 有钱做了一两点 很多人说他做时间长 这个都是自愿的 所以不想多挣点钱 所以说广州政府开年的时候 你勤快点吃苦点多挣点钱 现在天气热 很多人他要挣他钱回家休息 就可以不做这段时间 因为你现在去做也做不到多少钱 可能百把块钱去做 只能做点生活费 钱没那么好挣 所以说还是不一样的 他们这个行业是属于技术工种 我们之前的视频 也有很多朋友看完以后 也在问我说 看到你这边做日节做临时工 也想来说他能不能来做 很多人都是 一说到乐节 就是说三合大神 那些没有技术的话 我们是有技术了 作为服事要有点手艺的 你没手艺的话来做 你做不到钱的 你不会啊 人家老板也不要啊 这边有个朋友 可能是东北那边的 他说东北那边就很少有这样拼命的 感觉这不是正常人的生活 你宁愿少挣一点钱 也不能辜负生命啊 人活一世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觉得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生活 为了生活 人活着就是为了生活 可能你20岁 你可能有20岁 有20岁的想法 30岁有30岁的想法 可能20岁你可能想着谈料 30岁你就想成家 是吧 40岁的时候 你可能要努力买车买房 以后儿子长大了 是不是 能活着就是为了生活 还能为了什么 你觉得就是为了生活 就是为了生活啊 为了生活啊 为了过乐子啊 这边有一个朋友也在问 他说你的说法我不是很赞同啊 打凌工不稳定 干一天有时候要晚几天啊 下雨不好找工作 天冷的不想起床 淡寂了基本上就只能吃老本 打凌工想存到钱 首先得自己啊 就是吃喝嫖毒样样的不能沾 而且还不能辣 你觉得是这样吗 这是要自律啊 这里做凌工的或者做长工的 因为我知道这村子里面都几十万人 他做凌工和做长工的一个比例是多少 可能是百分之八十是零工 百分之八十是零工啊 做长工的只有百分之二十 长工就是老板的 有些他的亲戚熟人 几个人帮他做一下 然后平时造的零工就这样子 就这边整个一个模式就是这样子了 对 这真的假的 你别乱说 真的 乐节村啊 整个是全部做日节的 有事做老板就拼命招了 没事做他就放假了 这边 这个行业决定的是不是 不是 假如说我要去你长礼 我说老板我去跟你做长工 老板不会相信你的 有货做赚得到钱你就来了 必不划算你就跑了 这便现实的 就是搞得到钱 所以说这条件再艰苦 伙食很差 生活很差 住的环境很差 只要我能挣到钱 搞不到钱你 那我住酒店也我也不干啊 所以说这边的所有的东西 都是为了挣钱嘛 来这里的地方就是为了挣钱 没什么长工零工这样说 搞不到钱都没用 这边还有个网友在说 其实做这种工作 最怕的就是把这种市场做烂 打个比方 正常是300块钱一天 今天老板开价100 一天还是有人去做了的话 那以后基本上 这道工序就可能 只有100块钱一天了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搞不到钱人家不干 那今天可能100块钱要去干 那是今天实在没找到的情况下 今天赚到100 明天人家不可能再去天天干100的 就假如说刚刚那个80块钱 我说去干 那是我今天只是想挣点生活费 我挣点生活费 明天我早点起来 我明天肯定要找到平时一样的 如果长期就是只能干80块一天 不可能的 你可能就直接转行了 那不可能的 我不要生活嘛 我是来挣钱的 没人会把这个市场搞烂的 但我看到有一些 就是也是我们服装行业的一些朋友 他们也在视频里面去反对你 说你这样去把2033的事情公布出来以后 会把整个行业的价格给做低了 你觉得这个事情把这个行业的价格做低了吗 不可能 谁呢 我也那么的本事能影响这个行情嘛 开玩笑 那我是叫老板说 哎呀这个给他少点吗 人家老板又不傻 少点嘛找得到人嘛 我只是一个打工仔 那很简单 我叫你不要去做 你还不是马上就去做了 怎么可能 那他们就是说 每个人他可能想法不一样 每个人思想不一样 他的认知达不到这个吧 认知对 他就觉得你发出来就怎么样 我觉得很多人还支持我发出来好的 因为你在厂里上班 人家老板说 哎呀你做三四百 别人也做三四百 那你发个五六百六七百出来 人家觉得哎呀 别的厂他都高一点 我是应该给我自己员工也多一点 让他们多赚一点 就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事情了 不同的结果了 因为你们的可能他们会那攻击我的思想 他们能力比较大 他们停留在十年前 可能哎呀十年前工资两三百 如果说大家都说哎呀没有五六百六七八百 天天做的话 你做个三十百老板的不好意思 说给你多加一点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是市场决定的 并不是说哪一个人就把这个东西影响掉了 没人是影响这个行情 你以为你是谁 这个是市场决定的 忙的时候自然挣得到钱 现在淡季 你心态不好 你嫌大要低 你可以不做 没人会要求你去做的 你在这里你不做 没人会管你的 要自觉 这是一个自由市场 你做到的也是你的 你不做 那没人会给你一分钱 就这么简单 你不上班 没有人会给你一分钱 你没钱没人会可怜你 这地方有现实 很多工人抱怨说老板说 单价低 让他加一毛钱他不愿意 他说老板一毛不拔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可能老板招你来去做 可能人家就赚你那一百块钱 加个一毛钱给你 老板也没钱 那个钱加给你 人家没钱证招你去干嘛 是不是 有时候打工要站在老板的角度下 可能老板也有他的苦衷 客户拿过来 他只能挣那几毛钱 那把那几毛钱加给你了 他没钱在那搞个鬼 是的 像我们这段时间自己 我们自己也在做衣服了嘛 做这个东西了 我现在收入到这个行业里面 就知道了 了解的更多一些了 以前早期那会儿 我还没有那么去了解这个事 就是这个东西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 一定能挣到那么多钱 没那么好证的 现在各行各也都很卷很卷 好 好 好